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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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平行而问》 欢迎各位朋友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我们的萤幕右下方有一个图示 按下去就可以订阅了 请记得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架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如果喜欢我们这一集节目的话 要帮我们按赞 今天呢 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 请到了一位 非常 应该怎么解释呢 知名的反共人士 是那个老不死的 我们先介绍这位是林宝华先生 你好 各位观众好 今天这是很难得 跟宝华先生第一次见面 宝华先生第一次见面 宝华先生算不算是绿营 算什么 算是绿营的 绿营的 我应该算吧 因为我是支持绿营的 而且我应该是台湾人 所以就应该是 这样子啊 因为我是绿营出生人 但是在这一年以来 我被我们很多绿营出生人 打成这个蓝皮绿谷 但是呢 我就在节目上 我告诉大家 我说我这辈子到现在 已经活了70岁 我还没有一个真正绿营的朋友 一个都没有 是 我跟这个月亲少爷讲过 所以 你是我第一个真正绿营的朋友 但是我不是 我不是纯绿营的 没有关系 我连青绿的朋友都没有 因为我以前 我以前也是 也是红的也是蓝的 最后变成绿的 这个就是今天最难得的地方 因为宝华先生啊 从小 我知道你从小是跟着妈妈 到了印尼 然后很小的时候就回中国练书 在中国练书呢 在人民大学 研究中共党史 然后毕业之后 据我知道你在上海的华东师范 也是教中共党史 所以 宝华先生是我认识人里面 应该是对中共 最了解的 那现在中共刚刚 庆贺了这个一百周年 我知道你现在也在做一个 project有关于这方面 我想是不是 跟我们的观众讲一下 你所了解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 其实我 我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这个名词 大概在1947年 在印尼 比如说我小时候五年级 是我的老师 建了一本那个 世诺的那个细行漫迹 建议我看了 对 那时候还是 就是印尼跟河南还在打 打仗的时候 印尼反独立战争嘛 河南是叫做警卫行动 所以这本书当时在印尼都还是个禁书 那老师借给我看了 我看了还知道还有一个中国共产党 还知道还有一个叫毛泽东 还有一个叫朱德 还有什么叫红小鬼 那是因为这书里面就描写 中共是为正义打天下 照顾穷人的 因为我们从小所说的教育 都是一种人文 西方的人文教育 就有一股悲天迷人那种 那种思想 所以就觉得像这个中国共产党 好像很不错的 那在亚特拉组的一个初中跟高中 两个不同学校 这就我后来知道了 那个初中那个校长是中共地下党员 那么高中那个学校校长是统战对象 教导主任 也是中共党员 这是还接过周恩来的 这个中共的渗透能力是太厉害了 所以在那个学校里面 当然我接受的教育都是 都是共产党的所谓爱国 爱国主义教育 爱的是中国 不是爱那个我所在的那个 英尼那个地方 所以我对英尼是 一直并不认同 甚至于老实说 还有一种种族旗帜 还觉得他们现在英尼人 比不上中国人 好像中国人才是一个 比较优秀的一种民主 所以是那个时候就是 就对中国也充满着一种憧憬 而中国觉得 回来中国也是社会主义祖国 一定是 一定会搞得非常好 所以那时候就是 老实从初中一进去 就想再来赌完了就要回国 所以那时候所接受的教育 都是中国的教育 其中影响最深的应该是 1950年那个韩战 因为韩战一发生了以后 因为韩战一发生了以后 我当时初一 1950年6月 最好是初一到初二 所以教育 后来是初二 一直到初二 我们班级里面都订爱国公约 等于全班订个爱国公约 那几个条文里面 我印象就不知道 叫做什么三好学生啊 什么爱祖国 爱祖国爱劳动 爱读书 那时候你还在印尼 对还在印尼 所以你那个爱国公约是爱中国 爱中国 对 里面有一条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不看反动报纸 不看美国电影 不看反动报纸是我们年纪轻 看了又快报纸 所以反动报纸又快报纸 看了反动报纸我们会中毒 所以不要看 要不然不能看美国电影 因为看美国电影 你买票你的钱 给好莱坞赚了 给好莱坞赚去了 就买武器 到韩国去打 到朝鲜去打 打中国支援军 所以也不能看 所以那样子的话 就是等于是 我们所吸收的这个思想渠道 就完全就偏狭了 就是完全是 接受共产党那一套 当然有些人是 还是偷偷的会去看电影 但是我很奇怪 在印尼那个国家 我居然也会遵守这个规矩 大概只要怕老师 大概也怕老师 但老师讲的都是对也怕 但是我们有些想法也不一样 有些人说 那你中国大使馆呢 那汽车怎么是美国的 谢弗兰汽车 那你不是也买了钱的钱 这个钱不是美国人一样 去买武器的吗 他说不是的 我们中国大使馆用个美国车 我们是用美国车来打击美帝 哈哈哈 你很会讲耶 他不是现在才会讲 你这个时候就很会讲 他们就是这样子解释的 天啊 所以我们想想也有道理啊 他说如果你们要派个币也可以 因为你们可以用派个币来写文章 反对美帝 但是看电影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不相信中共 因为你的生长的历程 从小就等于到中国去受教育了 还年轻的时候就受教育了 然后还是读的是中共的党史 在某一个程度来讲 你算是根正苗红 所以你那个时候应该是相信中共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发现 他的这个我们讲假面具 应该最终最终我认识中共应该是文革 文革 但是呢我一回去的时候 还是相信中共 但是开始一种提防 因为我1955年回去的时候 正好中共在反护攻反革命集团 但是人民特报公布了他们 他们个人之间的一些信件 那么毛泽东还亲自写了安宇 我就从信件里面说他这句话 还是在骂中共 或者讽刺中共 我但是看了 我说宪法不是规定通信自由吗 怎么这些信件 都可以这样公布的 我说一定 我感到有点可怕了 所以我看到那个信件以后 从此我写信回家 你小心 对我就全部讲好的事情 我还是这话全部讲 我就已经开始提防了 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是觉得 中共是好的 但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开始觉得你反对共产党 那就是在文革 为什么呢 因为我学的党史 我应该讲就是我中毒 中毒比别人生 是 因为我看到毛泽东那些 只有毛泽东我都从头看到伪大 我觉得这却是一名伟大 毛泽东的认识 来区分 对共产党来认识 因为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领袖 因为到了文革 我才在这个事情 才开始有点怀疑 因为 文革 但是也禁止了 开始批判那个 海瑞八关 是吴涵写的 吴涵写的 吴涵写了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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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吴涵写了一本 吴涵写了一本 吴涵写了一本 那我就想 既然是吴涵写了一本 那为什么 到了信众国也不让大家看呢 呵呵呵 就这个怀疑嘛 是 是不是 所以 但是就开始出现 就开始出现这个怀疑 所以后来就是发生 领标事件以后 对我是最彻底的 因为领标事件不是后来公布了 他说五七一共选基要嘛 嗯 那里面讲一个 吴涵写是 变相老台 嗯 后面还讲 毛泽东利用家打一 利用一打饼 那我觉得也的确是这样 因为当时不是解释嘛 就是毛泽东在1966年就写 给将亲说这个领标是靠不住的 那既然是靠不住 你为什么要同领标都党的接班人 那这个利用嘛 利用完了就 就去掉他 就去掉他了嘛 嗯 也就是靠命需要 靠命需要 靠命需要去掉他 那你这样子搞法 你跟封建帝王 跟朱元璋 跟那种 跟那种刘邦 有什么不同 所以这样子我就觉得 毛泽东根本不是过去我所学的 那是什么是英明领袖啊 什么无产阶级 什么伟大的革命家 他一样跟那个奉建王朝 奉念帝王一样 就在往这种 就是往这种权谋 我就是为了保住自己这个权 所以真的 我真的趁底脚悟是 是领标事件 嗯 因为在文革初期我还是 还是就是 我当然知道我自己过去 差点 差点打成右派 而且后来又是 嗯 我有海外关系 所以在文革当中我还是比较低调的 但是嘛还是 就是对文革发生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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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斗啊 什么打死人 我心里觉得这样做不对 但是我还是相信 这个是毛泽东所讲的 这个群众运动 是难免的 嗯 叫到以后把它 做结尾的时候 冷处理 就可以了 你受厌亡的人 最后是平反啊 什么东西都给了 但是你不能对这个运动 都指责 这是 这是共产党叫我们的东西 嗯 不可以对着群众运动 指手坏脚 指手坏脚 更不可以站在他前面挡住他们 要支持他们的热情 然后再慢慢的 用理性来说服 来改变他们的一些 错误做法 就这样 所以我当时文革初期 我也是抱过这种观点 但是到了领标时间以后 我就觉得毛泽东 根本就是一个封建 封建封 封建封 就是一个封建地王 是 而且甚至就是 他古书看了很多 所以把封建帝王的所有的权盟 都学到手 是非常接触的封建帝王 非常接触的封建帝王 对 后来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你才决定 要离开中国到香港去 因为我妈妈 大饥荒的时候 我妈妈1961年就回到中国 就叫我出去 现在 但是我都拒绝了 我说我要跟中国人民一起 同山苦共互习 因为我相信 共产党未来都会有信心 也是革命的需要 所以恶业也没关系 所以我说苦一点都没关系 所以我不肯出去 然后到了 到了十年以后 就是这个文革 到了尼克森访问中国以后 比较棒的 他又回来 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 他回来 再要带我出去 但是我还是拒绝了 因为林彪事件出来以后 我以为中共改宪跟障 因为林彪那时不是拙吗 是不是 好像 他也逗了很多军人 是不是 但是林彪任务曾经 但是网络水主持的理论板 曾经是想批拙 所以我想批拙的话 中国再牛鬼争鬼 那我可能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后来突然之间 说网络水也被批判了 说林彪不是拙 是行拙拙拙 还要更拙 那我那时候就吓坏了 这个是中国没有希望 我加上这时候 这文件就开始发出来 我才觉得不对了 所以后来 后来我就决定还是出来了 我承认我对毛泽东是开始认识的 他对周恩来还没有认识 但是很希望周恩来 我希望马泽东快点死周恩来来居成 但是后来1974年 当时马来西亚总理访问中国 突然宣布周恩来因为有病 一个宴会 他不能出来 别人呆 我一想糟糕了 周恩来要死在马泽东前面 我赶快跑吧 我想绝大部分的人 对中共或者中国 其实都不了解 甚至于你也提到说 美国其实也不了解 我觉得你是一个 最有资格 讲这个事情的人 因为你第一个 你研究中国的老实 第二个 你在中国曾经 有过这种 为了革命需要 做什么都可以的情况之下 都接受的情况之下 后来变成说是 发现不对的 所以 你最有资格来告诉 海湾的民众 中共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且你刚才提到 就是 你现在在做一个project 又是关于这个中共 成立这个 一百年以来的事情 用断代的方式来讲解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特别是怎么样 从中共 从一个知识分子的 一个 一种理想性的一个政党 逐渐转变 特别就是很简单的 告诉台湾的民众 这个中共 到底他真正的面目是什么 这个中国的成立啊 当时书上就这样讲的 就是武士运动 带动的 因为武士运动 当时就是现在思想 跟民主跟科学嘛 所以当时也是 对中国来讲也是思想自由 所以很多外来的思想 但是包括 政府主义思想也来了 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来了 所以当时 这种思想来了以后 就大家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 这个很容易迷惑 我对一些落后国家来讲是 特别有吸引力的 所以当时 一个程度就李大钊 他们都 觉得信仰这个 这个马克思主义 但当时马克思主义 他们主要是一种 日本留学生 日本这个河上造 一个经济学家 他也到过CEO的 他是马克思主义 从CEO来的 所以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确实是比较 从我们现在来看 马克思主义也好几拜 他介绍的是比较好的 他介绍的是比较好的 就包括 包括史明 包括史明 他在日本找道典大学 选的马克思主义 都认为 这个马克思主义是比较好的 所以当时这个 也吸引了相当一些知识分子 但是因为1919年以后 1917年就发生死业革命 死业革命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 俄罗斯有点辫子 一辈子 列宁 列宁主义 因为马克思主义 但是还没拿到政权 所以这两个就是 要推翻这个政权 要照顾这些工农阶级 把日本人再把它推翻掉 但是在苏联实验革命以后 掌握政权 叫做 社会的工农病代表大卫 他就不但是拿到政权 而且在列宁主义里面 就有很多无产阶级专政 要该怎么做 里面就有很多是压迫 屠杀 那种增压的 这在马克思主义里面是没有的 马克思主义搞巴黎工事 还是什么要普选 还是什么 但是后来实际上的苏联 就不是这个事情 转了 所以后来到中国 马克思主义就比较复杂了 本来是 大家吸收的时候 就是日本来的西欧的马日主义 但是后来 那个苏联共产国际 派人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的 他带来的 已经不是陈锤的以前马日主义 而是掺杂了列宁主义的 所以到后来 连陈对秀都不能接受 陈对秀都不能接受 所以这个问题 对中国来讲其实就很复杂 但是后来 本来就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混在一起 根本就是 最后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共产党怎么讲 这个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 也不能讲不是 他们引用的文章 也是对我需要的我就引用 对我不需要的 我就不去引用 因为情况就蛮复杂 但是开始那些 包括陈渡秀是 美大的 文秀业院长 李大招土字馆主任 一个拿三百块大洋 一个拿一百五十块 毛泽东在里面做过 土字馆管里也是八块钱 所以毛泽东看到那些 大知识分子 他心里大概也不平 所以后来 为什么他对那些大知识分子 特别烦恼 不像一种心理变态 就是因为这个八块一百五十三百 太弱了 他搞平均主义 大家跟我一样八块钱 我心里才比较平衡 但是 共同致富 原来是这样来的 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 原来是这样来的 所以后来那个 问题是就是 讲解释 所以开始共产党很有活力 因为很多都是知识分子 大家有学问 都混到国民团里面去 这都是共产国际交的 跨入国民团 孙中山也同意了 为什么呢 孙中山也拿共产党的钱 共产党也拿共产国际钱 孙中山也拿 所以有一段时间 因为孙中山拿了 所以共产党的钱就少了 中间还有一点不平衡 所以这里面 这里面就是 因为孙中山拿这个钱的代价 是钱在外蒙古 苏联助军 实际上就是鼓励 共产党也承认 就这样子 苏联用这个代价 用这个代价 因为苏联他是很孤立 他很需要 有个中国来支持他 旁边 有个其他国家来支持他 他觉得 才觉得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他就花了很多钱 在中国 在共产党的国民团身上 所以这个问题 但是到蒋介石上去以后 就清党 到1927年搞清党以后 共产党就分了两派 一派是 周恩来那一派搞地下工作的 就留在上海 毛泽东是搞秋色起义 就跑到景岗山 而且那时候 1927年三大波动 一个南昌波动 一个广州波动 还有一个秋色波动 按照中国的党史专家写的 这几个波动 每个波动都开了一个专案 跟共产国际拿钱了 所以开始我还以为秋色波动 跟农村跟共产国际什么关系 他也要拿钱 要拿钱 所以我也想说 台湾在国民团搞一些活动 是不是也在跟中央拿钱 我不知道 申请经费 我不知道 但是是这样的搞法 但是问题就两部分 一部分 一些知识分子 因为搞个人运动 都留在城市里 毛泽东搞农民运动 就带到景岗山 跟土匪合并 自己变成土匪了 在百区工作了 当然就损失很大 国民一天到晚追捕 所以那些知识分子 很多公共产党的系列 知识分子 那些早期党员 很多都牺牲掉了 有的牺牲 有的脱党 所以后来 后来他们没有办法 跑到江西 这毛泽东河流 那毛泽东掌握军队的 也会打仗 那些知识分子 毛泽东讲的 秀才造反善也不省 不会打仗 那些总书记要去指挥军队 根本指挥不动 我就指挥错了 这些共产国际也派一个礼德 来指挥这个军队的 但是德国的一个军人 他根本学的正规战 跑到我农村里面去 他根本就乱指挥 也都打败仗 所以就后来毛泽东 本来毛泽东 给他们排挤的 后来才 后来要停了 就一直 对 后来才 因为他们一直打败仗 所以后来 那些将领 后来都拥护毛泽东 在出生 所以才这样子 毛泽东再拿回政权 拿回军权 拿回军权 然后拿回军权 又到了延安 因为有的军队 他讲话就回应了 所以在搞学习 搞整风什么东西 就让大家思想 要跟着他那个思想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你不听的 就把你整 后来大家都 就说 毛泽东 也确实打仗 会打了 也确实他的军队 就壮大了 因为他不打日本 不打日本 但是一分 两分宣传 七分发展 也确实当时 各方面都发展了 而且在穷的时候 在延安 因为开始国共合作的时候 是共产党有拿国民党军赏 那个军队也改变 来了国民党那个风貌 但是过来 共产党不打日本 就打国民党 所以后来蒋介石 把那个钱都切断了 切断了 他们就做鸭片 做鸭片 拿到国民党里面 统治区去买 所以毛泽东的鸭 以后 为什么他后来 那辈子全拿到领袖 他应该是抓思想 抓同一思想 就说你们走不思走 就是右 不错的 就我的才对的 所以把那些 所以把那个 后来国际派的 就是亲俄罗斯内派的 王明把他打倒 一个张文天把他总书记 就要下放到农村去调查 研究 结果他那个军委主席 后来就在气大开手 就变成党的主席了 一个靠思想统治 第二个经济怎么办呢 就做鸭片 他的鸭片 1942年 三个年变去政府的 财政收入里面 鸭片大概百分之四十 所以没有鸭片的话 他这个这个更具地 等于更具地 就维持不了 所以等于是一个 一个思想鸭片 一个一个 一公司做的鸭片 这个两个鸭片 所以那个管鸭片 叫任必死 任必死大家很少人听到 任必死还是管鸭片 这个很成功 所以呢 到气大的时候 数据出五位数据 任必死是一个 这种毛流 毛流周朱 他感觉任必死 他在1950年就死掉了 我是不是报应啊 1950年就死掉了 要不然的话 他可能也做得很高很高的 因为他是五个数据里面的 五个数据里面的一个 去反鸭片 所以他后来过来就靠这个 然后二战以后 因为这个日本投降 苏联占领了东北 所以当时在延安 干部就跑步 跑步到东北去 然后把西方国家 把关东军的武器 装备 全部 交给共产党了 当时他们形容 东北是个沙发 共产党就靠在那个沙发上 后面是苏联 就依靠 所以这次张无锋 写了一篇文章 他去访问许家臣 毛泽东搞解放战争 是统命党斗 他有16套剧本 其中有一套 如果最后输了 他在东北 就往苏联跑 结果他后来靠了这个东北 他是打赢了 靠林彪很会打仗 靠林彪赢了 但是东北到 东北到 打到海南岛 一直催俱的 但是武器 并不是小米家故乡 也就是关东军的武器 但是工军都不会开车 把关东军那些日本人 不会开车的 去运那些工军 从从从从从 所以他要骂日本 没有理由 因为日本人是帮助他 是不是 所以这些事情 如果把这些党史都揭露出来了 告诉你 一样臭不可闻 什么爱国 什么什么维尼平夫 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 一样 还讲什么 现在在骂英国人 鸦片战争 你自己搞鸦片 你不讲 比如说你这一点 你在骂亚变战争 根本就站不住脚 如果你西方国家 到现在还在为亚变战争 好像感到内疚 好像要对中国抱歉 对共产党抱歉 对共产党做的 亚变战争都比你更恶劣 所以像这些问题 都是也是 等于是我 因为国际学的当时 都学不到这些 但是后来看那些材料 也经过反思 等于把正的跟反的 把它剪个起来 到底怎么 到底什么一回事 他党内斗争的那种 布置手段 也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 比如讲这些 讲的是先暗内后让外 但是毛泽东也是这样子 你比较他长征 现在三万人 从上四万人 也现在三万人 他到三百 并不是 并不是就是 豪华的 养精蓄锐 因为三百是高干门 柳子丹 正居地嘛 他一到那边就马上 就把 说我们到三百去 是为了抗热 不是逃窜啊 我们到三百是为了抗热啊 所以当时就是 就是 罢奖就是不抗热啊 所以说我们到三百是为了抗热 所以跑了大到一个圈子到北方去就是为了抗热 为了表示自己是要抗热 但是三百土工的势力是柳子丹 就让他带一个部队 东征抗热 从三百度 渡过黄河 东征 但是日本人在叉哈尔 在叉哈尔跟热河 叉哈尔跟热河 叉哈尔现在没有了 现在就输了河北省 中间要进过山西 所以你不是抗热 你首先跟山西跟岩西山先打起来 他们就跟李康然一段路 但他们他讲就讲 连一匹江湖就讲我去抗热 结果在山西跟岩西山一打仗 所以刘士丹马上被打死 英勇牺牲 然后把他保安线 陕西从保安线改做子弹线 对刘士丹非常尊重 然后对高岗提拔高岗提拔得很快 安抚那个山北 但是毛泽东死了以后 他们讲 刘士丹死的时候 子弹从后面打来的 不是前面演戏上的军队打来的 所以这里面就是 他怀疑是 毛泽东派了他的勤务员 或者派了一个什么人在他身边 在后面暗杀他 根本是把他干掉了 干掉了就 等于就把这个山北摆平了 他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就可以 完全控制山北 然后当时 张国套是在大别山 张国套比较会打仗 也打到圣诞一直到四川 看到红军长征了 中央相信 他也从大别山 往四川和毛泽东见面 结果会事的时候 毛泽东那个是一万人 张国套有七八万人 而且武器都很好 毛泽东就害怕了 就是张国套要造反 结果就把张国套一份部队 拉进来 自己半夜就跑掉了 张国套第二天醒来 毛泽东不见了 但是他后来说是夜间一讲的 张国套要安算毛泽东 所以就这样子 后来张国套也跟着 只要毛泽东去了桑北 我也跟着去了桑北 到了桑北 东正不是有时当时 结果毛泽东再搞一个西增 把张国套 部队的一些主力 西增到新疆 新疆的盛世才 现在是亲疏的 他说你去打通这个 打通通往苏联的道路 只要这条路打通了以后 我们就跟苏联就靠在一起了 这个也是冠冕堂皇的 从陕西到西 陕西到新疆中间 那个甘肃河系走廊 是很偏僻荒凉的地方 毛泽东在延安指挥 他郡委主席 指挥战役 张国套都两万 张国套自己没有去 就派一个陈昌号做政委 他使命就属向前 那么打的时候 毛泽东意味着说你要前进 意味着说你先留下来 就把红军搞得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那么他们的对手是谁呢 马家军 回名的马家军 起兵部队 所以后来全部给起兵部队 把他的军队 几乎见面 剩下几百个人 李先念得到信价 所以张国套的主力 又给国民党吃掉了 张国套在延安就马上被踢斗 你在长征的时候你想搞什么啊 你反党搞搞另外一个中央的 这样子毛泽东内部就摆平了 就摆平了 他后来再开会搞整风 就他的阵地 就军事上的一个威胁已经没有了 他就完全可以掌握军队了 就是这样子搞法 他根本就不顾国民 国民拿什么围剿 他自己内部先摆平了 这样子厉害的厉害的 共产党最早最初期是 算是一个有理想的一个政党 但是很快就已经变成了 专门夺权的那种 对啊 因为毛泽东本是小知识分子 他看了那些自治通奸 那些水湖传三国爷爷 都是一个是全母算计人家的 第二个就是为了做皇帝 为了打天下做皇帝 三国爷爷打来打去 不是为了抢一个皇帝位置 水湖传那个造反 开始也是为了想当皇帝 当不存接受招案 也是想做官嘛 所以毛泽东小的这些事情 他就想自己做一个做皇帝 所以各种手段 各种手段都使出来了嘛 所以以现在来讲 你认为台湾的老百姓 应该对中国 或者中共有什么样的认识 我们久了要认识中共这个政党啊 这时候毛泽东把那个部队带到 带到警察山的土匪河流以后 根本就变成一个流氓无产阶级 你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讲法 马克思在中国在这个共产党协议里面 有分析各个阶级 他对流氓无产阶级讲的就是 智慧搞破坏 我没有建设性的 现在共产党一天到晚讲 这个改革开放 等待会儿我把中国的地区带上来了 这个地区带上来什么 这是外国人资金 外国的技术 外国的人才 外国的管理 共产党有什么东西啊 他会有什么东西 我改 用暴力把地区消灭掉 土地给农民 然后再把它收回来 城市里面 我国营企业我没收了 没收了 还留一些人在里面做 等到我已经懂了 我把你除掉 资本主义共产业社会就改造 开始啊 我利用你啊 给你嫁妇 到后来公司合影 公司合影到我们的 又全部 又全部在这儿活影 他就是 用抢的办法最快啊 几年就解决了 嗯 本来说性女主义万岁 结果三年 三年五年就性女主义就不见了 变成社会主义了 就变成这个财产不是我的了 先帮你养大 再帮你杀人 对对 财产就是我的财产 我开始骗你说我会养你几十年 那最后把他扎三五年就把你 把你弄掉了 嗯 我就改革开发也是这样子啊 把你资金什么都骗来了以后 你台湾的资金也骗了以后 结果反过来说 你没有我们中国 你台湾还能吃什么 哈哈哈哈 就完全就搞这一套 不然就是流氓 他不懂得坚持 就懂得强 骗 嗯 那大家给你一个小甜头 你吃了 将来你要还的账 要还的债 你不知道要多几倍 你在台商 在中国赚一点钱 台湾那很多人免费到中国旅游 中国给你招待很多东西啊 所以台湾人到现在 还有三成是认为中国好的 就是因为你去旅游过了 免费招待了 很久的中国好 但是你要还他的是整个台湾 还给他 这中国不是一部舍大企业啊 第一大企业是台积电 对 真的很会讲 对 人家觉得是个笑话 真的 不是笑话 是真的 他那位台积电就是他的 嗯 他那位台积电就是他的了 迟早完都拿回来啊 大家不要看到这个是笑话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啊 就是中国这种 骗也好 偷也好 巧取好多的这种方法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是成功的 嗯 是不是 这个很可怕的 不可怕 所以这点 我就看到那个天下大乱以后 我就看到 连华尔街那些老板 都相信中共 是 是 有台人到底是非常精明的 他们都相信中共 寄信克 给他一点好处 你看 一切到晚等于做中国的税可 就非常可怕 你台湾的哪一点 你整个台湾都还给他 还给他 你过去共产党给你的好处 你全部都出来 你的生命能不能保住 都是问题 嗯 是吧 现在香港大家看看就是这个情况 对 你看 香港里下层也是很早投资到中国去的 但是他反送中一中 说了一些良性化 就马上也是 你刚刚提到这个 总有一天 这个台湾要吐出来 还给他 这是有两种 两种这种可能性 一个就是 譬如说 他们一直在讲的 用经济把他掐死 然后把他收回去 第二个就是武统 我想现在台湾 绝大多数的人是很关心这个武统 这个事情 我甚至于有我的朋友 也是高级知识分子 居然前一阵 特别是美国大选 就去年 一年多以来 这个共产党这些事情 大家真的很担心会打仗 我这个朋友居然在家里面囤积了大米 囤积大米准备要应付打仗了 台湾人其实很多人很担心这个东西 包括我 我们做这个节目 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是直接挑战中国 我姐姐跟我妹妹在美国很紧张 她说你要小心 打击上来的话 你是第一个倒霉的 她还叫我说 我住在花莲的地方 不要透露别人来看 她说中共会派人来把我暗杀掉 就真的 她是怕到这种地步 我就想说是 以你这么了解中国 这个武统最部分 你是怎么看 我这个武统 他为了 为了这个成就他的功名 他当然是讲武统 但他又不想付出代价 因为共产党是讲利益的 所以他一定 他为什么现在宇宙还在讲 是用和平的方式 他所谓和平的方式 不是说是 尊重你的 尊重你的什么这个利益 或者尊重你的人权 他所谓和平的方式 我用和平渗透的方式 渗透到一定程度 你稍微动一动 我就 军队就来了 你根本就失去抵抗力了 对 就像当年这个解放军到湖南 结果那个陈前 沈主席 还有一个司令的沉迷人 宣布起义 湖南就 不要怎么打 但后来百重西 还打了什么很好战 云南也是和平起义 西康那个刘文会也是和平起义 后来新疆也是和平起义 但是所谓和平起义 表面上是和平 他进去了以后 他遭殃杀 像王政 新疆和平起义 他进去 进住了 他再慢慢收拾你 再把你 再把你杀掉 所以台湾他也这样子 我都说你响应了 接受他了 他给你解放了 他解放又来了 他就开始收拾你了 就像上海解放的时候 那时候 开始那些外国企业 就是被莫说了吗 像那个汇丰 什么 和 中国接管 接管里面的高层还留下来 因为共产党不懂 不懂怎么处理 那些资源 拿的薪水都比一般老百姓 一般一般政府看不到高 每次搞政治运动 不用我去把你的薪水减下来 他们都纷纷表态 我的薪水太高了 更脱离群众了 我自己主动要求减薪 那共产党说 不是我要你减薪 是你自己主动要求减薪 然后再把你薪水一个一个拉下来 拉到更大一样 那像资本家一些企业 到最后就变成共产党了 不然变成共产党 你还在感谢共产党 我在香港一个朋友是上海出来的 他在新安市那边有 他家里有很多土地 结果他给你很多房子 给你出租的时候 我家有规定 你住金不能高 因为大家生活水平都很低 所以你住金不能高 但是他受的税收非常高 政府受的税收 你的房产税给我很高 你的租金根本就付不起那个房产税 结果他就把这个房子 全部捐献给国家 所以不是我默说 是你捐献给我的 我们毕业的时候也是 我们政府不是正少工作 这是国家分配好的 那在分配的时候 也是分配好的地方 在分配到新疆 那是比较苦的地方 他先找积极分子 不是党员带头 党员带头 你就会讲到党员是先进分子 他找那些团员想入党的 先来写大字报 贴红字 我们什么要到国家最坚固地方去 他一贴出来以后 别人一看 我也不能不表态 我不表态我就是落户分子了 那落户分子到时候分配的时候 你最糟糕的地方 你就活该嘛 所以我也假装积极 我也表态 我要去到最坚固地方 我最后百分之百都表态 表态完了 他分配就太容易了 你都表态了吗 我叫你到哪里到哪里 就到哪里去了 但是人家表示我有意见 你不是表态 你就表态愿意接受组织分配嘛 他最近这种方式啊 插桌落户也是这样子啊 搞到每个人都写大字报 愿意插桌落户 愿意怎么就是国家党的号召什么东西 到最后你没有话讲啊 我拍你到一个什么黑龙江最冷的地方 最苦地方 你自己讲的 你不从国家分配啊 嗯 嗯 共产党这一套非常厉害的 所以到时候 比如说台湾肯定有的人要求 要求中共进来 他说不是我要进来啊 是你要求我来啊 哈哈哈哈 那要来了 我来这里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 我那时候你反对我 是你叫我来的 也不是我自己要来的 我记得我看过你写的一篇东西啊 好像是台海的问题 包括这个武藤的问题 你就是说自治死敌而后生 是不是 是好像是干脆打一让再说 对 这个 这方面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自己是觉得是 我很赞成这个做法的 嗯 因为习近平我正要开战 并不容易 如果台湾人建制反抗的话 是 因为他建制反抗的话 他说他打下来不容易 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 他要这样子打的话 他 习近平不可能一个人指挥这个军队 什么都可以 他一定要靠他下面一些 一些副手来做 然后说功臣以后 成功以后 是习近平伟人 下面的人 并拿不到什么 拿不到什么好处 下面的人现在做了 做了 关注的这样大 日子过得这样好 一口捞钱又 他为什么要陪你 一江功臣汪姑姑姑啊 我干嘛陪你这样子 所以如果习近平真的说 要去应答台湾的话 我想第一个造访 那可能是身边的人 如果一个人造访 会多抓你 如果同时起来反对 那对不起 你就要下来了 所以他在承担这个风险 即使现在拍马屁讲你好话的人 到时候 你就以为不会反对你吗 赫鲁晓夫那时候讲史达你好话 还讲了不少啊 他就反对他的 又是第一个 所以现在拼命吹捧你的人 是靠得住吗 现在那个栗战书不见了吗 对 栗战书在镜头 所以到底什么一回事啊 所以这些问题 还存在很多变数 所以我们最要紧的是 就是我们自己壮大我们自己 我们经济 政治 文化 还包括外交都壮大我们自己 我们在越南打下来 他也不敢打 即使要打他的风险要很大 可能他内部就把他搞掉 但是如果我们一害怕 给他渗透透了 那他一天两天可以解决 他就一定来 这个关于武统 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也讲了很多 讲了很多次 我自己认为 第一个任何战争 都有军事跟政治两方面 第一个在军事方面 我自己是认为到目前为止 中国还没有能力把台湾打下来 在政治上更不要讲 因为现在 特别是这一年半以来 台湾的问题基本上已经国际化了 已经国际化了 他如果要进攻台湾 那个是侵略 不是他所希望的说是内战问题 内战 不是了 已经不是了 所以我认为他基本上 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力的 但是呢 以后我不知道 因为中国的这个军力 确实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里面 发展的很快 那但是我现在认为 我们现在这个政府的做法 是完全正确的 加强我们自己的 就像蔡英文讲的 唯一的选项 就是要强大我们自己 他现在做了这些武器的购买 也好我们自治武器也好 完全是针对这一方面 就是这个 加强自己的防卫的力量 潜见国造啦 或者是跟美国买武器这一类 这个是很正确的 我们台湾如果能够继续这样的 在这方面努力的话 他一辈子就没办法武统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所以在关键的台湾要守住 军事上的力量是一定要有 但是我也有关系渗透的 如果你军事上他比较强大 但是如果掌握军事的人 没有这个国家观念 他随着学长打电话来 是是是是 这个是最大的危机了 这个比如说 他说你以为各方面都准备好了 结果他来的时候这里不打了 宣布起义了 那你整个战略就破坏掉了 就国民党那个三大战役啊 为什么输啊 就每个战役里面 都有一个军事的一个链条 有一条断掉 一断掉 其他地方都就垮掉了 我所担心的就是 很担心就是这一点 同样的我也是很担心 台湾内部的这些问题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这个东西是 中共最擅长的 对 擅长渗透 第一个 第一个他这些东西 第二个 其实我刚刚讲了一个重点 就是很多台湾的老百姓 真的很怕 真的很怕 说不定那边说 我要打了 很多人就算了 就相信了 就透向了 就算了 不敢动 而且总共会吹牛了 把他的武力吹得多么厉害 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 活到七十岁了 终于有绿营的朋友了 有两个绿营的朋友 终于有绿营的朋友 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能够邀请到林宝华先生 跟他的夫人 月清姐 大家好 我是杨月清 是 然后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谈论了一下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党 各位千万不要掉领轻心啊 我们的宝华先生已经告诉过 我要介绍一下我自己 是 我是来自森兰家庭 台湾外星第二代 很多朋友 其实我脸书很多的网友 很多人都问我 奇怪啦 你明明就是森兰的家庭 为什么你跟那些 亲国民党的那些 森兰的人不一样 为什么你整个你的训路历程 完全不一样 那你从来也没有宣布说 这个中间的改变是什么 你从 老实讲 我年轻的时候 我在很小的时候 我交了一个好朋友 那个好朋友 还是蒋家的孙辈 所以我有比别人更多的机会 进府啦 进到官邸啦 等等等 因为他的父亲 蒋小姐的父亲 他是他们孝智辈的最大的那位 孝勇孝文的堂哥 其实是在金国先生身边的 那因为这样子的应援季会 包括我的姐姐 我的二姐 也是她做的媒介绍的 那我们后来我离开台湾 到了纽约之后 很高兴的就是 中间停了十几二十年 在纽约重逢 他住在长岛 还专程到我们家来 我也介绍我的先生给他 那么 我在去二十多岁去香港之前 对于这个党国 给我的所有的讯息 我一点都不怀疑 当然了 我们从小就是说 受这个教育 老公必善 建国必成 小心喔 匪敌在你身边 这些我们都很熟悉 不小时候也有 但是我们心目中 什么蒋公啦 什么金国先生等等等 我们都没有怀疑 那么 我 我常常开玩笑 跟朋友讲说 我真正好感觉 幸亏我 去了香港 怎么会有一个议员聚会 整个改变了我的人生 反共人士 而且 这条路走得很辛苦 四十年 四十年 要坚持四十年 而且你要跟 不是跟你不一样的一年子 跟你的所有的家人 亲戚朋友 邻居同学 你全部要抗争 那是很辛苦 那是我刚到香港的时候 我是1975年到香港 到76年 我是一个很男孩子脾气 很直很很冲的一个人 因为我在看电视的时候 听到无线电视 很出名的新闻主播 叫刘家杰 他讲一句话说 今天毛主席去世了 全香港市民都为他流泪 我说胡说八道 我就是香港市民 谁说全香港我就不服气 后来第二天 报纸上一个小新闻 说抗议无线电视要去抗议 有一堆人要去抗议 明天下午几点钟 在无线电视门口 我自己到香港去做生意 反正我自己家人也不在 我很困 好 我也去了 我去 我根本不认识这些是什么人 那是我人生中 整个改变了我的 后半生 整个改变了人生 都改变了是 反共人士 这一堆反共人士 是香港当时相当有声誉 反共人士的 他们对我也很有兴趣 台湾女孩子跟在一起 所以马上就给我一个头衔 叫做他们是一个协会 是一个反共人士 副女部的副主任 叫我跟着帮他们 泡泡腿啊做做事啊干嘛 那因为这样认识了这一堆的反共人士 我整个的想法 思想都改变了 然后开始回望台湾的时候 去思考一下说 以前完全接受的事情 一样一样想想 然后在香港 我才真正了解到 什么叫党外 什么叫党外 什么叫什么 很多的名词 很多的事件 整个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是离开台湾 到了香港 才整个洗脑改变了 但是这条路走得也很辛苦 一走就有走了40年 然后在香港 这个声援中国六世 天安门事件 那个事情的时候 全香港真的是 一百万人走出来的 是 从那件事开始 我觉得很投入 但因为很投入 所以就认识了一批 后来就组成了香港民主政党 在那个之前 1991年成立这些香港民主同盟 后来四年之后改变成 改名字叫做香港民主党 就其实等于是台湾的民进党 在那个之前 没有民主党派的 就是建制派 新北京的建制派 所以我自己有参与 而且香港民主党 我也担任很大的一个支部的副主席 那个支部 因为有我们的香港民主行政 也就不赢 所以我也真正在香港 付出很多 付出很多 很努力 所以我觉得 以我一个台湾的外省第二代 能够有机会在香港 为香港的民主争取过 所以这两年香港这样的沦陷 对我来说 我开玩笑跟朋友说 我可能是全台湾 最痛苦的一个女性 因为自己付出二十多年 而且在那边也相当 比后来我在美国跟台湾 有成就的多 做了很多事情 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我也幸亏回到台湾来 所以过去的这个十五年里面 也接触很多的香港年轻人给他们 我也请进我的所有去协助帮助他们 虽然老共是很恨我的 大公文汇报 然后骂我们的时候 鸣妈骂几天 全吧 这是一对毒鸣羊 他用那个下毒的毒 好恐怖 开毒的毒 甚至今天在这个咖啡馆 太有意义了 你们两位 这是太有缘了 老共的大公文汇报 讲这间咖啡馆 因为我们在这边经常 招待一些香港中国的年轻人 这是他们两个一对毒鸣羊的毒血 今天我们在这间咖啡馆里面 大家这样子谈谈 跟大家聊聊天 我觉得相当有意义 那未来我也不排除说 我们以后再见面的时候 我们再慢慢的好好谈 因为太多事情可以谈了 真的 而且人生走到我们这一个阶段 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介意的 唯一的就是 无论如何我们要情境 我们的人生最后的那一口气 要保卫住这一片美丽的宝岛 这块土地 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也非常感谢你们两位 一直为大家在做节目 我也有在看 非常好 真的非常感谢 大家有缘 个人的能力都有限的 一定要大家一起做 这是大家一起做 各位 反共之路一起来 不要停好吗 各位 对 好啦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林宝华先生跟杨月清小姐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订阅频道按赞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架第一时间获得通知了 谢谢各位收看 祝贵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大家 也谢谢你们两位 谢谢 非常高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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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